网受欢迎的学校校草意外死亡,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有她的秘密女友心怀愧疚,多年以后,女友重返母校,竟然在遇见校草的亲弟弟,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身为老师的素旺被分配到自己的母校教课,然而她脸上却没有一点欣喜之意。 朋友都知道,重返母校对素旺来说是一种挑战,看着身旁对素旺穷追不舍的暗恋者,朋友忍不住替她难过,明明喜欢都写在脸上了,可素旺拒任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让他们断定,男人注定不能成功。 原来在素旺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一位明媚的少年夏敏出现在她的生命里,时至今日,素旺依旧无法忘记夏敏。 第二天,素旺走进校园,正当她陷入回忆中的时候,一位酷似夏敏的人从她身边经过,素旺惊诧不已,还不等她缓过神来,暗恋者急匆匆地赶来,打断了素旺的思绪。 两人急急忙忙去找校长报道,散会的素旺鬼使神差地走向她和夏敏曾经定情的教室,她多希望,一开门,那个如阳光般灿烂的大男孩,会如往常一样在那里等她,一阵阳光从窗口照进房间,夏敏依旧是高中生的模样。 回头望向素旺,时间回到多年以前,两个人还是在上高中的时候,素旺是班级里面的小透明,夏敏则是被众多女生追捧的校草。 表面上开夏敏对所有人都保持礼貌且友好,在老师的心目中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然而在私下里,夏敏也有腹黑的一面,这天,刚应付完迷媚的夏敏烦躁得躲进隐秘的画室,以为四下无人的她不停地吐槽,女同学们一直围在身边,实在是太烦人了。 不料这一幕恰好被同样在画室的素旺听见,素旺尴尬不已,见夏敏似乎没有看见自己在教室里,吓得不敢出声。 谁知下一秒,一个不小心踢翻了画板,成功引起了夏敏的注意。 正当素旺手忙脚乱扶起画板的时候,一双温暖的大手从后面帮她扶住了画板。 素旺一脸不知所措,夏敏则是十分淡然,贴心地帮她固定好画板。 附在素旺耳边,温柔地警告素旺,如果她敢把自己刚才骂同学的话说出去,以后就再也别想用这间画室了。 两人的缘分就是从这间画室开始的。 然而回到现实中,触紧伤情的素旺因为太过伤心,晕倒在画室。 其实这么多年,素旺一直对夏敏的死很自责,把她的死因归结在自己头上。 她实在没有办法忘记夏敏,可惜夏敏死得太突然,她连一张夏敏的照片都没有。 思念已经让素旺痴狂,所以才会选择回母校任教。 只想一切的老师很心疼夏敏,劝她在情绪稳定之前最好不要回来。 思量再三,素旺决定这一次不再逃避,勇敢面对过去。 这时,她看见夏敏从远处走来,以为自己又出现幻觉的素旺不自觉地抚摸上了夏敏的脸颊。 可这一次不是幻觉,那个酷似夏敏的人是她的亲身弟弟,宅敏。 素旺情不自禁地叫出夏敏的名字,宅敏愣在当场,忘记反抗。 等素旺看清楚眼前人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认错了人,慌忙道歉离开。 这时,她从老师的口中得知,宅敏是夏敏的弟弟。 宅敏和哥哥一样,在学校里面是特别耀眼的存在。 她一直很喜欢校花小春。 俊男廖女走在学校里面十分养眼,让很多同学都艳羡不已。 宅敏和小春告白,小春也很喜欢宅敏。 不过,她没有立即给宅敏回复,给她晚上见面再说。 中午,小春和闺蜜像往常一样去吃饭。 班级里的两个女同学却想拉近和小春的关系,让小春帮忙表白宅敏。 小春是个不懂得拒绝别人的性格,正当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时候,闺蜜看不下去不会拒绝的小春。 随口说了一句,她喜欢宅敏,所以小春不可以帮她们表白。 闺蜜的话让本来沉浸在宅敏表白喜悦中的小春不敢再回应宅敏的心意。 女同学奇怪地看着小春和闺蜜,追问两个人是不是喜欢同一个人。 小春担心闺蜜伤心,违心地解释自己并不喜欢宅敏,而是另一个被同学们分为臭嘴王的真容。 小春本是打算瞎说一个根本没有交集的人,没想到真容竟然跟小春在同一家饭店吃饭。 听见了小春的告白,晚上,小春没有答应宅敏的告白,宅敏不明所以追问缘由。 小春谎称自己另有喜欢的人,宅敏难以言眼中的落寞,闺蜜察觉到小春和宅敏之间的气氛不对。 猜测小春是因为自己昨天说喜欢宅敏,顾及自己才故意和宅敏保持距离。 仅是自己就是不爽女同学利用她接近宅敏才那么说的。 可是小春却还是怕失去闺蜜,没有勇气承认喜欢宅敏,小春还如往常一样和宅敏愉快地一块上学。 只是她没有发现,真容在见她的时候,眼神总是有意无意地飘向她。 因为小春随口撒的一个谎,真容的朋友都不明白,品学兼优的小春到底看上了只喜欢打游戏的真容哪一点。 闺蜜根本没法相信小春突然喜欢上真容,她太了解小春了,知道小春一定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才故意和宅敏保持距离。 她想劝说小春只是自己的心意,不用因为自己刻意躲避。 可是小春却斩钉截铁地表示喜欢的人就是真容,见闺蜜不肯相信,甚至还编造出看中了真容耿直这个闪光点。 两个人还没有来得及专论出个结果,一阵急促的上课铃便响起,二人匆匆离开。 同样在走廊角落里打游戏的真容,再次将小春的发言尽数听到耳中。 回到教室,小春想为上次在走廊不小心撞掉真容的手机的事情郑重道歉,真容却认为小春实在多词一举。 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微妙,恰好被路过的肃旺看见,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和夏敏的过往。 那时,夏敏和肃旺同样将画室当作心灵的避风港,两个人经常坐在教室里面,但几乎从不交流,把彼此当作空气。 肃旺专心画画,夏敏则是一心看书。 直到有一天,夏敏主动打破宁静,他好奇询问,肃旺这么喜欢画画,是不是打算考美术学院? 肃旺没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对于他来说,画画是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才会一直画下去。 没想到简单的喜欢,却让夏敏好称羡慕。 对于他来说,根本无所谓喜欢不喜欢,因为他只有妈妈给他规划地努力学习考上医学院校这唯一的路,天差地别的两个人渐渐熟络起来。 夏敏在肃旺面前毫无掩饰收到女生礼物的嫌弃与厌恶,肃旺也觉得这样的夏敏更加真实可爱。 两个人闲聊发现彼此都没有好朋友,当听到这么受欢迎的他竟然也没有朋友的时候,肃旺心中不免有些触动。 不过即使两个人在画室聊得再好,夏敏依然要求肃旺在除了画室以外的地方,要假装彼此是陌生人。 时间拉回到现在,宰敏的父母因为哥哥去世离婚。 宰敏和爸爸一直都没有放弃调查当初夏敏死去的真相,他们试图找了解夏敏的每一个人,可是每一次都失望而归。 宰敏爸爸发现根本没有一个人是真正了解夏敏的,然而肃旺的出现让宰敏好像发现了新大路,但是他害怕父亲失望。 思虑再三还是把遇到苏旺的事情咽回肚子里,这一次他打算自己找出哥哥的死因。 苏旺召集同学们打扫画室,小春身为班长积极配合,宰敏不想错过和小春相处的机会也愿意留下。 然而一向对所有班级活动都不积极的真容,竟然也破天荒地举起手来。 每个留下来打扫画室的男生女生们都有自己的小心思,分组的时候,宰敏深情地望向小春,希望小春能和自己一组。 可小春慌乱地避开了宰敏的眼睛,要求和真容一块脱定。 宰敏满脸失望,她难过地跑到天台。 闺蜜见宰敏这副模样心中有些自责,敢来安慰这才知道,宰敏表白小春悲剧。 原来闺蜜确实一直暗恋宰敏,两个人的关系也十分融洽。 可是在宰敏的眼中,闺蜜看不见她对自己的喜欢。 直到上高中之后,小春出现的那一刻,宰敏目不转睛地盯着小春的脸庞。 闺蜜这才知道,自己输得十分彻底。 从此以后,只想把这份来不及说的爱恋埋在心底,能够远远地守着宰敏,看她幸福就好。 可如今小春竟然因为自己不肯接受宰敏的心意,闺蜜决定将小春喜欢宰敏的事情告诉她。 闺蜜提前知过了小春,小春一时慌了神。 她想起刚才跟真容一块脱地的时候,真容询问起小春为什么说喜欢她。 小春将她不想和闺蜜喜欢同一个人的事情合盘托出。 真容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提议,为了让闺蜜相信小春真的喜欢真容,不如两个人假装交往一段时间。 小春当时觉得真容莫名其妙,如今却不得不跟真容商量假装交往三个月。 谁知真容捉弄小春的心思大起,直接拒绝。 小春猝不及防,哀求真容,如果她答应,以后打扫画室的活儿,她自己一个人都干了,还会给她买好吃的。 真容这才同意,不过她有个前提条件,是小春先提出的交往,所以分手的时候也要是小春被甩。 还不等小春反应,真容便在班级大方公布,她和小春从今天开始交往。 话音刚落,闺蜜便推门而入,斥责两个人疯了。 闺蜜当面质问小春为什么会喜欢真容,根本没有看见过两个人的互动或者腻歪在一起。 小春被闺蜜问得哑口无言,支支吾吾,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真容健壮也顾不得刚才说的是小春先提出交往的话,当这全班的人告白,是自己先追的小春。 同样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真容的朋友们,原来真容也经常收到女生的告白,只是真容为人耿直,又不太会说话。 每次告白的女生都被她无情地拒绝,甚至弄得女生很没有面子,真容也丝毫不以为意。 朋友们越想越觉得,真容这一次肯定是认真的了。 另一边,闺蜜看着小春和真容在一块就不顺眼,跟崽敏提议周末一块出去玩,趁机审讯小春和真容。 崽敏却表示自己有约,周末没有时间。 原来崽敏是约了肃旺,她想从肃旺的口中了解哥哥的过往。 在肃旺的口中,夏敏有着另一番模样。 夏敏在学校的时候,一直是以温文尔雅又乐于助人的形象出现。 一次,同学们跑步的时候,一个女生不小心崴到脚,夏敏第一个冲过去,轻身安慰。 二话不说便背起女生去医务室,迎来一众女生的羡慕。 只有深吃夏敏内心的苏旺一脸懵逼地看着她在人前的表演。 果不其然,味道画室,夏敏就忍不住吐槽。 每次老师不在的时候,总有女生上演同样的戏码,累得她腰酸背痛,对这种事,她十分不耐烦。 可是又不能轻易毁掉自己的形象。 素旺看着疯狂吐槽的夏敏,调侃她拥有双重人格。 夏敏根本不介意在素旺面前做真实的自己,两个人不觉相处的气氛融洽了很多。 这时,正在画画的素旺一直撩拨眼前的刘海。 夏敏突然来了兴致,自告奋勇,要帮素旺修剪刘海。 素旺一脸不信任,接连摇头。 夏敏却不由分说准备好剪刀,很安慰素旺,自己小时候经常帮别人剪刘海,手艺一流。 很快夏敏剪好了,对自己的手艺相当满意。 拿着镜子准备给素旺看,素旺睁开眼睛便看见静在咫尺的夏敏,四目相对。 两个人之间倾诉流转,都有一些心动。 然而还不等气氛继续暧昧,素旺就撇清了镜自己的自己。 难堪的刘海让素旺绝望的惊呼,身为罪魁祸首的夏敏有些不好意思。 回到班级,趁着和男同学说话的时候,悄悄再给素旺一个发卡,帮他度过刘海尴尬期。 小小的举动温暖着素旺的心,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虽然他们在学校里面还是假装不认识,但是彼此眼神的交流却多了起来。 没想到只是这样小小的改变,竟然被一直喜欢夏敏的不了女同学发现。 女同学故意为难素旺,还要剪掉她的刘海。 幸好夏敏及时赶来解围。 不过她没有站在素旺的一边,而是假装关心不了女同学会被老师批评,把女同学带走。 素旺难过地躲在画室里画画,放心不下的夏敏赶来查看。 原来她刚才注意到,不了女同学用剪刀划伤了素旺的手。 看着素旺明明难过,却依旧假装不在意的样子。 夏敏心疼地拉起她的手,小心地贴上了创可贴。 时间回到现在,闺蜜太了解小春了,她始终都不能相信小春会喜欢真容。 为此一直和小春闹别扭。 宅蜜想撮合两个人和好,请她们去吃炒年糕。 闺蜜给宅蜜面子,这才赴约。 可是回到学校,闺蜜还是生小春的气。 小春知道,不管怎么解释,闺蜜都没有办法相信她喜欢真容。 决定跟真容商量,两个人需要像真的情侣那样亲密无间才可以。 真容按照小春的意愿全力配合。 两个人一块坐公交车上学放学,甚至真容还换了座位,挪到小春旁边。 吃午饭的时候,小春也选择和真容的朋友们坐在一起。 闺蜜看着小春十分不爽,晚上小春和真容一块打扫画室。 真容猜测,小春根本就没有谈过恋爱。 小春不服输,虽然不幸被真容言中,但是追她的人可是不计其数。 这时,闺蜜突然开门进来,一副审视的眼光看着两个人。 小春立刻向真容靠拢,自然而然地挽住真容的手臂。 真容紧张不已,身体都不自觉地僵直了几分。 原来闺蜜是来邀请小春和真容周末一块出去玩的。 小春和真容如期赴约,路上恰好碰到正在和苏王聊天的翟敏。 翟敏听闻小春和真容准备去约会,本来约好不出席的她, 匆匆和苏王道别,跟小春真容一块离开。 看着他们的背影,苏王想起了自己和夏敏那段青涩而美好的过往。 夏敏约苏王在校外见面,苏王带着她来到一间画室。 谁知刚进门没有多久,画室主人就来了。 苏王担心被发现,拉着夏敏藏进了狭小的仓库。 苏王还在一脸激紧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丝毫没有察觉,贴在自己身前的夏敏已经心圆意马, 即将按捺不住内心四处乱撞的小路。 好不容易挨到主人离开,夏敏和苏王这才离开仓库。 而在现实生活中,小春和真容的故事更刺激。 闺蜜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追问小春和真容相恋的细节。 小春一时答不上来,闺蜜故意叫走真容,留下宅敏和小春独处。 真容不明白她到底想干嘛, 其实闺蜜知道小春的性格,担心小春吃亏, 她明知道小春不喜欢真容, 所以必须弄清楚真容愿意配合小春演戏的目的何在。 真容没有丝毫的犹豫,只言配合小春是因为喜欢她。 这个答案倒是让闺蜜食料未及, 真容害怕再考文下去,两个人会露信, 霸道地拉起小春的手离开这里。 小春没有来得及吃东西,就被真容拉出来, 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真容贴心地买了吃的, 两个人坐在长椅上闲聊。 后知后觉的小春这才发现, 自己从来没有试图了解过真容, 连她最起码的喜好都不知道, 很是不好意思。 真容一点都没有责备小春, 反而大方地表示理解, 成熟的一面让小春对她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第二天一早,真容等在小春上学的必经之路, 让小春觉得十分暖心。 上课的时候, 真容发现小春打瞌睡, 跟小春吓起了五子棋, 奈何小春根本不是对手, 一直在输。 下课林一想,真容便潇洒离开, 小春拽住她不服气地飞要一雪前翅, 真容却毫不留情地拒绝, 蛮虐嫌弃小春下气太臭。 体育课上, 小春和仔敏被分在同一组打羽毛球, 他们即将代表班级参加即将举办的运动会, 闺蜜和真容分在一组, 小春和仔敏休息时坐在一块聊天, 小春认真地评价真容, 虽然我行我素, 但是也很有担当, 看着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 醋溜溜的真容, 未将羽毛球打在仔敏头上。 看着越来越像情侣的小春和真容, 仔敏心中有些酸涩, 午饭都不愿意去食堂吃, 独自一人跑来天台, 闺蜜赶来安慰, 约仔敏周日去吃好吃的, 仔敏却再次表示自己有约, 原来哥哥去世之后, 父母联系了哥哥所有的朋友, 这些朋友中唯独没有素旺的名字, 然而素旺显然很了解哥哥的一切, 为了解开哥哥想不开的原因, 仔敏答应当素旺的模特, 想打听出更多哥哥的消息, 所以每个周末两人都会在校外见面, 每一次画仔敏, 两张酷似的脸都会让素旺想起和夏敏的回忆, 他还记得, 当他以为他和夏敏之间关系越发亲密的时候, 夏敏却突然很久都没有再去过画室, 当时他觉得夏敏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却没有及时发现, 转而追问仔敏是否记得, 仔敏谎称自己当时还小, 不记得了, 其实却想起了那段时间, 正是妈妈逼着他去上补习班的时候, 原来夏敏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妈妈的期望下很累, 他不想弟弟也被妈妈逼得那么紧, 所以一直努力地达到妈妈的要求, 希望能够将弟弟解放出来, 而且妈妈当初也答应夏敏, 会让弟弟顺其自然地发展, 没想到, 妈妈却借口说没有办法接受儿子学习不好, 硬要给仔敏报补习班, 夏敏十分生气和父母吵了起来, 仔敏担心哥哥连忙劝架, 被怒上心头的哥哥甩开, 不小心头撞破了, 带着这份内疚和自责, 夏敏开始故意疏远肃旺, 在他的心里, 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伪善的人, 唯一的例外就是在肃旺面前, 他可以尽情地做自己, 久而久之, 他已经对肃旺产生了依赖, 然而这份依赖让夏敏害怕, 他告诫自己, 必须独自去面对所有的一切, 苏旺不知道如何开导夏敏, 送给他一副小兔子给狐狸撑伞的画, 希望他不论面对什么都要加油, 夏敏内心被融化, 第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叫出了苏旺的名字, 要他务必放学后留下, 帮学生会准备运动会的工作, 原来夏敏是希望苏旺发挥绘画天赋, 给同学们在脸上画些图案, 可是苏旺犯了难, 他从来都没有在别人脸上画过, 眼尖夏敏要走, 撒娇似的求夏敏当自己的恋手对象, 夏敏不太情愿, 担心帅气的脸庞有闪失, 却又不忍心拒绝满脸阴气的苏旺, 只能硬着头皮闭上眼睛, 一副甜甜油蜜的样子, 苏旺俏皮的在夏敏脸上画了个小狐狸, 别的男同学看到很喜欢, 也想让苏旺帮忙画, 夏敏立刻找了个理由带走了苏旺, 作为报复, 给了他一篮子花, 要他按照名单送到每个人手中, 送完花的苏旺类的筋疲力尽, 夏敏像算好了时间一样, 悄悄地出现在他身后, 一把拉起苏旺来到天台, 苏旺还以为夏敏给自己安排新的任务, 却听到夏敏的告白, 苏旺一直以为, 夏敏不肯在学校里面表现出认识他的样子, 是觉得苏旺丢脸, 但其实, 夏敏是害怕苏旺被太多人认识, 会有太多人跟自己一样, 情不自禁地喜欢上他, 还不等苏旺从震惊中回过身来, 同学们都跑到天台上, 人流填补了苏旺和夏敏之间的空隙, 夏敏大胆地伸出手, 将苏旺拽到身边, 两个人食指紧扣, 在那一刻都确认了彼此的心意, 专业又到了运动会的季节, 作为西岩高中的传统, 男生会在运动会的时候, 送给新衣的女神一枝花, 人气颇高的小船收到了几十朵花, 大家都觉得这是因为真容这个男朋友太没有存在感, 正当大家看热闹似的, 希望真容对女朋友收到这么多花, 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真容镇定地邀请小春去看自己参加的电竞比赛项目, 可惜小春只看了半场, 就和崔敏一块去打羽毛球比赛了, 运动会结束之后, 真容得了冠军, 小春和崔敏也同样是冠军, 看着小春和崔敏有说有笑地走在一起, 真容有些吃醋, 霸道地将小春手里的花尽数拿走, 只留给他一只自己送的花, 崔敏在一旁看着, 终于忍不住询问, 小春是不是真的在跟真容交往, 原来崔敏有一天经过教室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小春和真容假装交往的事情, 小春一时无言以对, 崔敏善解人意地表示, 自己会帮他保守秘密, 很快, 学校迎来了情侣舞蹈比赛, 全班只有小春和真容是公开的情侣, 为了赢得比赛奖金, 身为班长的小春决定, 和真容努力尝试一下, 真容不擅长舞蹈, 但看着小春兴致盎然的样子, 只能凑过来从视频里挑一个自己能接受的, 谁真一不小心没有站稳差点摔倒, 两个人就这样差点来了个亲密接触, 这样的情愫也曾经流淌在苏旺和夏敏之间, 当时确定彼此心意的夏敏和苏旺迎来了暑假, 为了能够经常见面, 夏敏决定陪苏旺去外面的画室画画, 画室的老师送给夏敏一套画画的用具, 鼓励他画出心中所想, 没想到如此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夏敏, 他坐在画板前久久没有动笔, 想了很久, 才画出了一幅画, 老师惊叹于夏敏过人的绘画天赋, 只有苏旺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分明从夏敏的画中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孤独, 苏旺询问夏敏完成画作的心情, 夏敏开玩笑说实在太简单, 两个人看向窗外, 心境截然不同, 苏旺享受下雨的感觉, 但夏敏却希望夏天快点过去, 否则自己要被溺死在夏天潮湿的空气里, 察觉到夏敏的不开心, 苏旺扔掉夏敏和自己手中的伞, 拉着他在大雨中狂奔, 杨姨在苏旺脸上的笑脸同样感染了夏敏, 他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风闹了一番, 全身湿透的两个人再次回到画室, 看着淋湿的苏旺隐约透露出来的身材曲线, 信心的夏敏脱掉衣服帮他遮挡, 两个人找到一条毯子依围在一起, 夏敏感叹, 在认识苏旺之前, 他一直认为做所有事情都有目的性, 想要上医科大学就要好好学习, 下雨就要打伞, 但是苏旺却不同, 他只做喜欢的事情, 让夏敏十分羡慕, 吐露内心的夏敏让苏旺十分心疼, 忍不住用手抚向他的头, 异样的情愫在两个人之间翻涌, 夏敏情不自禁地闻上了苏旺, 苏旺开心地将自己有男朋友的事情告诉了闺蜜玉景, 玉景当头泼了苏旺一盆冷水, 他认为男人不公开女朋友, 说明他还有拈花惹草的打算, 玉景的话触动了苏旺的心, 第二天, 苏旺特地打扮了一番来找夏敏, 却支支吾吾不好意思开口询问夏敏, 两人是否确定男女关系, 穿着心事的苏旺总觉得, 夏敏没有承认两人的关系, 太过亲密师出无名, 有些故意躲着夏敏的亲密举动, 然而夏敏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让苏旺有些不知该如何是好, 夏敏察觉到苏旺故意躲着自己, 询问他到底怎么了, 苏旺只好将想法托盘而出, 他十分在意夏敏, 每次相处的时候心都悸动难耐, 但是他不知道夏敏是如何看待他的, 夏敏心疼地将苏旺揽进怀中, 深情而郑重地告诉他, 他喜欢他, 对于夏敏来说, 苏旺就是照亮自己的那一束光, 如果没有了他, 他也没有了生活下去的意义, 苏旺终于不再纠结夏敏的心意, 暑假很快过去了, 夏敏偷偷去画室, 描剧补习般的事情, 意外被妈妈发现, 妈妈大发雷霆, 他不能接受儿子失去控制, 原来夏敏的妈妈经常埋怨, 是因为生了夏敏才断送了自己的梦想, 所以他不断地鞭策夏敏, 希望自己的梦想通过夏敏实现, 而夏敏觉得妈妈很可怜, 默许了让妈妈, 把自己当成实现梦想的工具人, 可是无休止地控制, 让夏敏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 妈妈不问原味, 气愤地撕掉了夏敏的画, 勒领他以后都不许画画, 最终成了逼死夏敏的导火所之一, 时间拉回到现在, 小春和真容一块练习舞蹈, 亲密的肢体接触, 让两个人都有些害羞, 小春的心渐渐地开始向真容倾斜, 晚上拿起手机想给真容发短信, 编辑好了, 想想却又突然删除, 就在他纠结的时候, 真容突然打来电话, 可惜小春被妈妈叫走, 没有接到电话, 原来真容的妹妹好奇, 哥哥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 所以才催促真容给小春打电话, 因为电话没有打通, 真容只能答应妹妹带她去吃汉堡, 走在路上恰好遇见小春, 真容邀请小春一同前往, 跟妹妹在一起的真容十分的贴心, 再次让小春对她刮目相看, 在六年前, 夏敏的母亲擅自做决定退掉了画室的费用, 没收了夏敏的手机, 素望很是担心, 可是夏敏却故作轻松说自己一切都好, 然而自从那以后, 夏敏每天都要补习变得更加忙碌, 而他们两个专属的秘密基地画室被夏敏的好友发现, 身为美术生的她也想尝尝到画室来, 素望不好拒绝, 夏敏却因为两个人没有了秘密基地暗自神伤, 强大的压力之下, 夏敏开始出现问题, 向来是标准答案的她, 做题竟然出错, 被同学们以为是故意念错答案, 一时之间, 夏敏十分尴尬, 巨大的思想压力再加上思念素望, 没办法的夏敏只好谎称, 毫不知情的素望刚进化室, 就被夏敏拽进教室搂入怀中, 此刻, 素望就是夏敏的救赎, 他贪恋她身上的味道, 然而他们谁都没有注意, 两个人相拥的一幕, 被男同学发现, 夏敏也因为这个拥抱, 从人人喜欢的校草, 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变态, 自从夏敏去世后, 崔敏每天都十分怀念哥哥, 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担心崔敏会想不开, 妈妈这才答应崔敏转学回到首尔, 素望察觉到崔敏的情绪不对, 约了崔敏妈妈了解崔敏的状态, 崔敏妈妈这才说出, 崔敏一直很在意哥哥的离世, 久久无法释怀, 六年前, 夏敏的那个拥抱, 让男同学抓住把柄, 他故意等在化室门口, 想要看清楚, 和夏敏相拥的到底是谁, 他早就看不惯夏敏处处讨喜的样子, 竟然跑去老师那里举报, 夏敏调戏女同学, 素望想要解释, 可是夏敏保护素望心切, 根本就不给素望开口的机会, 甚至承认自己调戏女同学, 但是对象不是素望, 素望就这样被老师放了, 可夏敏却站在风口浪尖上, 素望想要站出来澄清事情的真相, 夏敏却担心素望会因此被传出不好的传言, 坚决把所有问题扛在自己身上, 为了能够尽快平息风波, 夏敏和素望约定暂时不见面, 夏敏想拜托素望一件事, 然而还不等素望看见夏敏发的信息, 就被妈妈叫去因为沉寂的事情训斥了一番, 当素望回来查看短信的时候, 只发现了一个信息撤回的标志, 当素望再次询问夏敏的时候, 却没有等来夏敏的回信, 很快, 夏敏是个猥琐男的谣言, 在学校传的铺天盖地, 大家对他都像见了温神一样, 唯恐避之不及, 夏敏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而素望也默默地等待着风波过去, 他可以和夏敏如往常一样交往的一天, 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么一等,两个人再次有交集, 竟然是一年以后, 老师叫夏敏和苏望把东西送到空教室, 好不容易有独处的时间, 夏敏却着急想要离开, 苏望满腹委屈, 不明白, 这些明明那么甜蜜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如此疏远, 而此时, 夏敏也满眼泪光, 一年了, 两个人有太多的话要说, 担心被人发现, 苏望拉着夏敏来到天台, 他听说夏敏的成绩直线下降, 关心地询问, 并告诉他自己准备美术考试, 试着劝说夏敏跟自己一块参加, 然而夏敏却斩定解体地拒绝, 苏望很失望, 他明明从夏敏的眼神中能看出来他对画画的喜爱, 委屈和气氛涌上心头, 苏望斥责夏敏没有勇气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 不论是画画还是自己, 夏敏都没有勇气争取, 苏望的话深深地伤了夏敏的心, 苏望其实话说出去就后悔了, 他只是关心夏敏, 并不是故意要说狠话, 为了鼓励夏敏, 苏望将绘画大赛的海报偷偷放在夏敏的桌子上, 还写了纸条替他加油, 可惜的是, 巨大的压力已经把夏敏压垮, 虽然事情过去六年之久, 苏望还是很自责, 久久不能对这件事情释怀, 一天, 苏望旁听老师讲课的时候, 同学们都因为课程无趣打起瞌睡, 老师为了提神竟然给大家讲鬼故事, 而这个鬼故事的主人公竟然就是夏敏, 苏望及时打断了老师的故事, 他不能接受夏敏如今还被人当成谈资, 运一边, 小春和真容约定的三个月之期马上就要到了, 小春和真容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彼此刚刚萌出的感情, 崔敏告诉小春, 老师说的那个想不开的第一名真是自己的哥哥, 小春震惊不已, 看着眼前的崔敏不知该如何安慰, 只能握住崔敏的手给他些力量, 不料这一幕恰好被真容看见, 真容误会小春心里还是喜欢崔敏, 难过的离开, 第二天,看着旁边空荡荡的座位, 小春不知道真容的去处有些担心, 谁知真容一回来便跟小春提出分手, 矢量未及的小春愣在当场, 虽然有些不情愿, 但毕竟时间到了, 他只能同意真容的提议, 闺蜜不明白小春为什么会跟真容分手, 要他坦白地告诉自己现在喜欢的人是谁, 没想到小春竟然没有丝毫犹豫说出真容的名字, 闺蜜一脸释然, 终于确定, 小春不是因为自己才假装和真容交往, 与此同时, 宰敏也不明白, 真容为什么会突然和小春分手, 好奇心驱使他询问真容缘由, 真容却说, 他知道小春和宰敏互相喜欢, 不想耽误两个人发展才会退出, 没有真容在身边陪伴, 小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晚上大扫除, 小春试着询问真容, 当初为什么会同意自己假装交往的提议, 真容隐瞒了自己的真心, 往真看不惯小春一副什么事情都为他人着想的样子, 所以才答应的, 想看看小春可以为闺蜜做到什么程度, 不想两个人的对话都被闺蜜和宰敏听见, 闺蜜气得浑身发抖, 推门而入, 不可置信地看着小春, 小春拼命想维护的友情, 就这样裂开了一道深深的疤痕, 小春刚想解释, 闺蜜却不愿意再听, 夺门而出, 宰敏担心闺蜜的情绪紧随其后, 小春也赶忙出来, 恰好碰见了宿旺, 宿旺一脸探究的眼神, 小春只好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出来, 但有些后悔, 如果当初没有撒谎欺骗闺蜜, 事情会不会不一样, 然而和小春有同样想法的宿旺也曾经想过, 如果当初他没有和夏敏说那些狠话, 他们两个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宿旺常常这样想, 如果当初他不顾一切投向夏敏的怀里, 会不会成为他活下去的力量, 如果当初没有错过夏敏的短信, 夏敏会不会稍感安慰, 可惜, 永远没有如果, 苏旺鼓起勇气来目的探望夏敏, 他听了夏敏的话, 没有去考美术生, 因为夏敏永远定格在高中时代, 所以苏旺也没有办法往前走, 他始终对夏敏的死感到自责和内疚, 真正六年, 夏敏是他最不可说的伤痛, 苏旺在夏敏目前诉说着思念与抱歉, 他觉得, 自己只有好好帮助宰敏, 才能偿还一些对夏敏的亏欠, 然而风水轮流转, 苏旺竟然碰见了当初和夏敏一样的情景, 他和宰敏对视的照片被人发到网上, 不知道谁开始造谣说, 他供应高中男学生, 苏旺的脸清晰可见, 但男学生只有一个背影, 老师担心事情愈演愈烈, 希望苏旺能够解释清楚, 说出宰敏的身份, 可是苏旺不想宰敏被卷入舆论里, 断然拒绝, 哪怕这些事情最后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 他也在所不惜, 宰敏不希望被别人这样保护着, 却苦于没有办法开口, 苏旺最终选择结束实习,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宰敏, 这是他能为宰敏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宰敏得知十分难过, 将自己哥哥并是六年前在学校中想不开的夏敏, 而苏旺是哥哥生前唯一的朋友, 所以两个人才会在校外见面的事说了出来, 说出一切的苏旺没有顾及同学们诧异的目光, 冲出教室寻找苏旺, 跟他坦白一切, 其实他对哥哥死去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找到苏旺的那一刻, 他把所有的怨恨都放在了苏旺身上, 就像找到了一种情绪发泄的寄托, 然而越了解苏旺和哥哥之间的过往, 他越清楚地知道, 哥哥的死跟苏旺没有关系, 相反, 是苏旺给了哥哥坚持活下去的理由, 苏旺听了宰敏的话很是感动, 他试探地询问宰敏, 夏敏去世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宰敏陷入回忆中, 六年前那天下雨, 他本来和哥哥约定放学接他回家, 但是半路却因为闺蜜说自己家中有只猫, 决定去闺蜜家玩耍, 路上闺蜜吐槽自己的哥哥, 半开玩笑似的说, 希望没有哥哥才好, 宰敏也附和着, 表示因为哥哥的存在, 父母对他的关注度才会变少, 所以有时候也希望哥哥消失, 回忆到此处, 他才猛人间想起来, 闺蜜曾经说过, 两个人聊天的时候他看见一个男子, 宰敏突然意识到, 小时候无意间说的哥哥坏话, 可能被哥哥听见了, 另一边, 小春和真容形同陌路, 闺蜜一味生气, 开始和真容的小团队在一起玩, 这天, 得知小春恢复单身的男同学找他表白, 见小春不同意, 竟然上手去拉, 叫好被在天台的真容看见, 真容将手中的咖啡尽数倒出, 散了男同学满身, 虽然真容快速藏起来, 小春还是猜到是他的杰作, 鼓起勇气想要跟真容坦白自己的心, 然而当他冲上天台找真容的时候, 却看见闺蜜和真容走在一起, 那一刻, 小春失落不已, 甚至还夹杂着极度的情绪, 小春和闺蜜表示自己真的很喜欢真容, 闺蜜看着明明互相喜欢的两个人, 却因为误解不能在一起, 也不打算再生小春的气, 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小春不想再逃避, 她给真容打电话约见面, 却不想一抬头正好碰见真容, 小春打算跟真容表白, 话还没有说完, 末班车就来了, 小春只能作罢, 另一边, 宅敏突然想起哥哥很可能是因为自己说的话, 才会想不开的, 十分自责, 第二天也没有出现在学校, 大家都十分担心, 苏旺更是心急如焚, 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夏敏的墓地, 果然看见了痛苦的宅敏, 看着宅敏如此的自责, 苏旺也很难过, 他告诉宅敏, 夏敏的去世不是因为某一个人, 可能是因为宅敏说的那句伤人的话, 可能是父母对夏敏过高的期待, 可能是虚伪的, 只想着利用夏敏的同学们, 也可能是因为给了他希望, 又放手的他, 但是无论如何, 宅敏都要清楚, 他是夏敏这辈子最想守护的人, 一番话说得宅敏痛哭流涕, 终于放下了心中压制的内疚, 直到此时, 所有人才从失去夏敏的悲伤中走出来, 宅敏整理哥哥的遗物, 发现了一封哥哥没有寄出的信, 他将信交给苏旺, 苏旺仿佛看见那个他思念已久的夏敏, 他深情地望着他, 两个人诉说着彼此的相思, 夏敏想起自己在天台望向天空的那天, 是觉得如果能够离天空近一点, 说不定能够大口地喘气, 他希望他爱的人都能够有向别人伸手求助的勇气, 夏敏希望苏旺不要去读最后的那封信, 因为过去了这么久, 他也应该忘记他, 过自己的人生了, 苏旺点头应允, 无尽的思念和不舍化作一个声吻, 当作对两个人这段感情的告别, 然而载敏的消失, 让对他始终不怀好意的同学大放厥词, 编造他的坏话, 闺蜜气不过跟同学争执, 同学竟然动手, 小川立刻上去帮忙, 可惜两个女生打不过男生, 真容不想小春吃亏, 正机半倒男同学, 闺蜜趁着男同学没有站稳, 拿起一本厚厚的字典, 对着脑袋砸了过去, 男同学立刻晕倒在地, 小川和闺蜜也终于和好如初, 老是因为真容朋友录下的现场视频, 免疫对两个人的责罚, 可小川脸上却不小心被划伤, 真容心疼地查看伤口, 两个人在寒情默默的对视下, 终于袒露彼此的心意, 坚定地牵起了彼此的手, 幸福地在一起。